只要有需求我們都可以強力過鍵 沒問題的 好啊 會過就好 好的 先生想分幾期呢 我會拿現金八萬 剩下的想分七十二期 呃 先生 跟你說明一下 你這樣分不會比較優喔 像這種二手車 就是像這種就是可能信用比較沒有這麼好的學生 那他們就面臨到就是他的信用的路不足嘛 那融資公司非常的厲害 他可以把你的車操帶到兩倍三倍 摩托車 重機可以這樣操 有些我上次看過一個很扯的 就是我有朋友他開車行 他一台摩托車一台125的摩托車五萬塊 他這樣可以把他槓出三十萬的現金 摩托車五萬塊槓三十萬出來 對啊 超猛的耶 可以幫他去改裝 他車改完之後還有現金在身上可以花這樣子 我很好奇 我們中古車是有權威見價嘛 那重機要怎麼見價 重機很有趣 他可以把改裝品都放進去 啊 改裝算進去 他們就可以把價錢灌上去之後 然後就讓他的額度增加 所以摩托車是依現況去合價 然後再來貸款 對不對 而且他的 然後重點是他的現金是他的利率超級高 然後可以幫你分超級多期 對 都沒有問題 學生可能想的太簡單 或是說他可能社會新鮮的想太簡單 反正攪得起就好 登人A哥來了 來 各位歡迎一下我們的A哥 大家好 Alex的大概是我們出鏡率頻道只有 因為Alex的策略實在太廣 不是 Alex只要跟賽車有關的 我們都第一個想到他 看到你身後的這個東西 旁邊這台杜卡迪 是不是 A哥這是你的車吧 對 這台是卡吉的V4R 那V4R這個厲害在什麼地方 世界摩托車型標賽 WSBK的原型賽車 它的轉速可以到16000轉 16000轉 以汽車來說它就是 汽車界的法拉利 差不多 它就是兩輪的法拉利 所以A哥的原型到底是不是你 不是啦 當然因為這個三道 對我們來講 我們不是摩托車類的 可是當然請到你就想說 來聊一下主角嘛 對不對 他是一個 便利商店的原型 1000塊的大業班值班人員嘛 對不對 那其實買重機跟這個中古車 就是跟汽車 或是說跟這個買重機的經驗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經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每一台車是剛好都是買新車 OK 對所以就是 不過也是身邊的也蠻多朋友 他們有遇到 就買賣中古車的問題 會常會問說一些什麼 車況不OK啊 然後因為它又沒有什麼 類似比較專業的 定型化器類的狀態 因為我們中古車還有一些認證的查定嘛 重機好像是沒有這種 就是老闆他說了算這樣 因為人家都說我們中古車的水很深嘛 那我覺得是不是重機的 應該說中古機車裡面的水更深了 所以真的是很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解密嘛 這個三道猴的影片 我再跟你確認一下 這台車就只有倒車過兩次 對嗎 對 兩次都是右側倒車 破損的車殼部分原車主都已經換新了 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大家車上化車都差不多耶 不賣泡水事故嘛 女用車嘛 一手嘛 左手騎而已啊 左手騎車 車子一定都會倒 可是因為倒車它不會讓車子有嚴重致命的一些缺陷 或是事故發生 對 它的問題呢 是在於說 這台是二手車對不對 可是說真的它是不是第二第三第四手你根本就不會知道 還不如去確定說它這個錶啊 里程準不準 是不是新的錶 你說錶頭是新的錶 它直接換新的 因為其實它有很多殺肉件 另外就是說它里程可能很高了 它就直接就是去買一個新的錶 換上去 然後把它調到可能兩千公里 就錶壞了啦 因為他們機車也不用驗車嘛 有沒有驗車里程這些可以查 因為你是在經銷商買 但萬一你不是 你是買二手車 大部分台灣的車很多都是外貨搬進來的 那基本上你很 就是貿易商代理商這些搬進來的 你很難去追查到它到底前面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倒車是輕微 比較嚴重麻煩就是萬一你有撞車 撞車的話你的前叉內管可能是歪的 真的才歪的 沒有修好 車才歪的這個會比較麻煩 而且那個是當下你看車 你是不會看到的 先生有需要分期嗎 要分期 可是我擔心銀行會過不了耶 我月收37K 還有學貸和咖啡欠缴的 先生不用擔心 我們都有配合的融資 要做無卡分期也可以 先生的情況還算OK 只要有需求我們都可以強力過見 沒問題的 好啊 會過就好 好的 先生想分幾期呢 我會拿現金8萬 剩下的想分72期 呃 先生 跟你說明一下 你這樣分不會比較優喔 像這種二手車 就像這種就是可能信用比較沒有這麼好的學生 那他們就面臨到就是他的信用的路不足嘛 那融資公司非常的厲害 他可以把你的車操帶到 呃 兩倍三倍甚至5倍 摩托車 重機可以這樣操 有些我上次看過一個很扯的 就是我朋友他開車行 他一台摩托車 一台125的摩托車5萬塊 他這樣可以把它槓出30萬的限量 摩托車5萬塊槓30萬出來 對啊 超猛的欸 可以幫他去改裝 他車改完之後還有現金在身上可以花這樣子 我很好奇 我們中古車是有權威見價嗎 那重機要怎麼見價 重機很有趣 他可以把改裝品都放進去 啊 改裝算進去 他們就可以把價錢灌上去之後 然後就讓他的額度增加 所以摩托車是依現況去合價 然後再來貸款 對不對 對 然後重點是他的現金是 他的利率超級高 然後可以分 幫你分超級多期 對 都沒有問題 學生可能想的太簡單 或是說他可能社會新鮮的想太簡單 想說反正假如騎就好 你要落地改喔 廢話 車不改要怎麼騎 所以大家都落地改嗎 大部分人都會想要落地改 因為大家都想說 我車子比較原裝看起來就好像很菜 太會很重啦 太會很重啦 跟你核對一下 跟你核對一下 你要改的煞車拉桿 總泵 爬前 後照鏡 指盤 黃金鏈 前後避震 排氣管 腳踏後移 以上這些沒錯吧 這是我們的報價 請你先參考一下 哎呦怎麼這麼貴啊 主要是歐老師和歇管啦 這些大廠零件本來就比較貴一點 誒我必須講一下 我覺得他改的很專業 他說重點改 因為他改的都是可以讓你 改變你的騎乘體感 比如像改煞車總棒 他就可以縮短你的煞車距離 然後改腳踏後移可以增加 你就是你的靈活度 然後你的腳踏棒的位置 你不會磨到鞋頭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發現他連鏈條都有改 這是一個面子問題啦 你知道嗎 什麼意思 如果你沒有改個RK 黃金鏈條黑金鏈條 你沒有跟我說你有改車啊 是不是錢帶的不夠啊 喔真的假的 歐老師大家就說 就是避震界的天花板啦 天花板 歐林斯他是應用在 就是像什麼 世界摩托警標賽 或說摩托GP 世界最頂級的賽事 他會使用的避震懸標系統 所以他可以提供的 調教的範圍是非常非常大 然後排氣管裝紡鞋的 所以紡鞋管也是真的管 紡鞋管它基本上都是對岸來的啦 然後它就貼上那個鞋子的貼紙 不然我去幫你借信帶好了 我收入比你們一般人高一點 利率應該比較好 我們以前念書的時候 改車是他們幾乎就是 代表他很有錢 就家裡很多 因為都是用現金在改 但是以前現金 現在都是可以貸款 現在大家都分期在改 學生也可以啊 學生可以啊 對你沒有工作也都可以分期啊 我覺得你最近還是先不要配太兇吧 你又沒有防摔衣 重機車速又更快 因為他們那個什麼貸款額度不足的時候 他們沒辦法買皮 就只能先媽媽排上了啦 皮沒有裝備這樣騎根本是玩命吧 其實我現在真的不敢 鞋在路上帶不好 可能小段通勤 我連騎速可達 我沒有帶手套我都覺得害怕 為什麼 手套可以幹嘛 保護手啊 其實我們摔車第一個 瞬間我們會下一次反應用手去撐 本能反應 一撐這個時候最近很容易就會破皮 對對對 所以那個關節會受傷 一套好的裝備去保護你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是不是 還有什麼 你會準備什麼 如果你要真的要去比賽的話 秀你的安全帽 秀宇的安全帽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這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人生買了第一瓶安全帽 就是秀宇的安全帽 我記得那天就是 我騎著我剛好我的大改進站 我還在三道猴子的狀態的時候 他就是大改猴子 講出來了吧 那時候我其實剛下班 然後第一份工作 然後穿著全身剛買的西裝很帥 帶著秀宇的全罩子安全帽 然後這個紅綠燈 一綠燈 不能輸啦 一定騎跑到第一個 然後就衝出去之後 旁邊前面跟我尬掐的人 全部都被我海放 就在那一瞬間 我突然失去了我的前輪 翹起來了 沒有 就是我前輪直接啪嚓 因為磨到那個沙子 你知道嗎 就直接滑在地上 然後我的頭就直接沼地 直接磨在地上 滑滑滑滑滑的超級的 站起來的瞬間覺得 欸 人沒事 只是我的長褲變短褲 長袖變短袖 都破掉了 就直接破掉了 然後後來那個時候 因為也沒有穿任何裝備 我手全部就是擦傷 所以就流血 在醫院躺了大概 大概有半個月 秀也的那裡秀也是全部都是刮傷 可是我的頭完全沒有的事 所以給大家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你要怎麼這樣改之後 買一頂好的安全帽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至少要全罩啦 如果沒有穿到連身 我覺得至少就是 兩截是皮衣 然後 就是長手套 然後全罩是安全帽 車靴 車靴是可以防止 就是你在摔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就是去刺穿 你的腳這樣子 在山上就會有些射手 就會在一些 一些比較壓 壓車可以壓比較深的彎 去做 幫你做拍照這件事情 車友是一個圈子 追焦的攝影師 又是另外一個圈子 就是你們 是怎麼一個關係啊 他們其實 就算是在同一個圈子裡面 因為說真的 追焦手你拍的照片 沒有 車手們去跟他們 如果他們要來 PO在自己的Facebook社 IG上面的話 那他就沒有價值了 要買照片嗎 如果你要 沒有浮水印的話 就要付錢 我覺得蠻合理的 因為使用者付費 合理啊 而且他們還可以開出 一個新的一個副業 就是說 比較知名的一些車手 或是比較知名的 山上的人物 他們就可以開始賣自己的貼紙 對 賣貼紙 賣周邊 賣外套啊 賣貼紙 賣鈦牌 賣鑰匙圈啊 很多啦 所以是他們團體的一種認同感 自己開完的感覺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結尾就是這個主角就掰了嘛 對不對 但是他可能用一個 比較有趣 甚至一個很行內的部分去包裝 因為他是一種 以過來人的心態 去做這個影片 告訴你說 這件事情其實是危險的 你不管你前面皮的多快 但你真的出事 就是成為人家 網路上討論的一個話題而已 就只是一個話題 對我來講 我覺得他 就是真的是蠻真實的反應 就是我們各個不同時期 玩車的一些心境的調整啦 進站到其實TMAX 然後去那邊三路飆車什麼 到後來就是 我們發現喔 身邊好的朋友 越來越少 真的喔 怎麼會越來越少 就是可能 出了一些意外嘛 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變植物人啊 或者是半生不遂啊 就是有這些真實的案例 對 然後去騎賽道之後 你真的去技術的精進 然後跟你在賽道 不斷練習摔車之後 你知道那個事情的嚴重性之後 你真的會有一個覺悟就是說 如果你在山路繼續騎喔 真的是在消耗你的運氣 對 所以到最後 我們最後的心情就會是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盡心的去騎車的話 那可以像我們一樣 就是買一台重機 或是說去買一台小車 也是可以去騎小的場地 比賽場 大車的話 可以去騎利寶 或騎大鵬灣 這種狀況其實相對安全很多 然後也會讓家人 比較能夠去支持你去做這個事情嘛 真的要玩車玩得開心 真的要努力賺錢 好好的去買裝備 去買裝備 不要一直拳而戴 不要一直開槓桿 開槓桿 就繳不出來 繳不出來 心情就不好 個人會覺得說 我們今天拍這個影片的時候 它也是有點警示的意味 希望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這個購車的陷阱